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晨John 早晨 教主 早晨 又来到RF开市的时间 早晨 各位网友早晨 今天全球股市大反弹 包括现在的日经 现在升少了 现在升400几点 昨天美股就厉害了 道指反弹是680几点 纳指就升400几点 标普很厉害了 标普升119点 好像是两年最大的翻日升幅 怎样看啊 先说一下外围 没有啊 这些呢 昨天美国升就因为失业救济金 新申领的队很难读的名字 那个是初请失业金人数 是的 第一次拿失业金的人数 是的 预了25万 现在23万 都很好啊 你不用拿失业金 你真的有事要做啦 有事要做就是有人请你啦 有人请你就是老板都觉得经济很好 生意都搞大些 请了两个人 就是这样 接着美股就突然之间就说 哎呀 没有衰退了 前两天还在衰退 昨天就突然就没有衰退 简单一个数字就没有衰退了 其实现在美股就是全球市场 不单止股市 匯市也是的 就很情绪化的 很感情感的 有少少事情就很害怕啊 有些事情就很开心啊 这样的 那这些这样的征象呢 其实就是一个 你可以说 那个经济水到去到 差不多中间的位置 就是如果你说 那个经济是很好的 那你那些数据上落的话 大家都觉得 经济你都好啊 没问题啊 那些数据可能一个月 一个礼拜 那些数字差而已 不用怕 如果经济差的时候 你都说 那个经济在差 大家都感受到 经济的时候 都是在差的 你整个漂亮的数字 你都是差的啦 这样 那你去到中间的位置 的话呢 你就会这么mixed的了 哦 就是衰退与衰退之间 那个转变是怎样的 是的 不是在数据的衰不衰退 而是在那些人的心目中的感受 嗯 衰退的时候 去到中间你是感受不到的嘛 你还有一份工作 你还在吃那些饭 还是差不多这样的价钱 你是不是很觉得的 嗯 那这些位置呢 就是最 最情绪化的 就是你又觉得 好像周围 有人跟你说 衰退 啊 但是你又不是很觉得 你这个位置 是最情绪化的 嗯 就是你一个数字走出来 不是的 真的好像衰退 但是你另一个数字走出来 都不是的啊 我都觉得没有衰退 数字都说没有衰退 就会波动上落的会比较大些 其实很正常的一个群众心理 嗯 所以其实 其实你悲观点去看 其实美国已经走到差不多衰退的中间 直到你出什么数字 那美股也跌 那就确认了 就确认了 就确认了 就真的了 所以就 很难说的 美股昨天升六百多 可能今天跌回五百的 今晚 你真是 你真是猜不到 你真是猜不到 你都不懂猜 鲍威尔就 归宿了一个星期了 日本就切复了一个星期了 现在鲍威尔就归宿了一个星期了 哈哈 最好笑的 那个 利率预测呢 特朗普昨天出来说 很过瘾 嗯 就是可能他被人疯了 就说 你之前做总统 整天指指点点的联储说 嗯 昨天特朗普就说 是呀 作为美国总统 那么 货币政策啊 利率啊 我当然有说 大家都问我做总统做什么 嗯 他有他的道理的 但是 之前 以前做总统 常常被人救病的嘛 嗯 联储局独立的 你不要常常叫人加息减息 不听你说 你炒人都不行的 嗯 那么昨天特朗普说明了 如果我做总统 我一定有多疼疼疼的 鲍威尼你一定不用招 嗯 所以鲍威尼就继续 等他22号嘛 就是过几星期 就Jackson Ho 他才会在铺头 那时候 那时候 美股日股那些都很浪的 嗯 你又不要想说雨过天青啊 就是 三天前就衰退 今天就不衰退 会挫得紧要的 那我回来说股 现在升了270几点 正路啦 你外围那样升了 那现在说一说日本的地震 是啊 现在宫崎对出有7.1 就是有7.1级地震 有海啸警告 是啊 有海啸警告 但是那个位置 其实呢 就不是很主要的日本经济的地区 来的 嗯 那里是农业多的 九州那边 是啊 那边是农业多的 那你旅游业有没有影响呢 会有一些影响 但是 旅游业那里不是重点啦 就是九州一定会有人去的 但是那里不是重点啦 那里就不像 当日这个福 福岛 福岛 就是那边有核电厂 是啊 那里就没有这些东西 那里是农业居多 所以就 影响日本的经济 就不是那么夸张的 但是它是真的避震的 真的有海啸警告的 因为是真的 但是影响日本的经济 都不是很厉害的 所以你看到日股 昨天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给你 今早都是跟着美国上升 全部都升 看下港股 港股开高二百多点 又是那一只 一开始就gap up 171了 现在的期货 171了 是的 一开始就gap up 那问题就是 你gap up了二百多点 你那些期子好 你是做现货好 你做什么好呢 你一刻你升了二百多点 哎呀 又是 一迫你过夜的 现在常常都 gap up gap down 是要过夜 你才能夹到这二百多点 那你 你没有过夜 你现在看你开高了二百多点 你真的都不知道做什么 你做什么 你拼171 假设你今天站得稳 你拼他174先 他是不是真的给你 你又不知道 所以这些 人生交叉点 这些就是 那就是 因为很多次都是 你夹高了 一开夹高了 跟着下午就打回来 昨天也是 嗯 是不是 gap down 一开就低的 那下午他又升上去 你跟着来做 他又掌握你一巴 嗯 好像昨天那样 你升一升二百多点 又跌回头 縮回来 縮回来 那你开了红症 你沽了旗子 今天又被人掌握了 gap up gap up还没有仇报 而且现在港股 还是维持在二百五十天线下 那二百五十天线在一七五 一七六那些附近 现在是 是的 押住了 你如果 你 就是 当然这些马后炮 就是你是昨天 或者是今早跟不足的 今早香港平开的 不跟美国的 那跟着你去駁 美国你最后都跟回 日本你最后都跟回 你有二百点 那你起码有二百点在手 是吧 你现在升了二百点的话 那你上面你买个位 譬如一七五 站回 碰到二百五十天线 好像三百点左右 是的 好像不是很划算 175 176 三百多点 是的 如果他掌握你两巴的 就是你现在这个位买了 跟着你下午就缩下来 升幅收窄 那你哎呀 死了 没了二百点了 跟着你走了 那些市场是不行的了 你转 抬手 沽回头 哎呀 跟着下个礼拜一 美股今天不动 或者是升少少 礼拜一 上去 就见到二百五十天线 那你真是被人掌握了两巴 嗯 旗子呢 最厉害这些过夜 夹一夹一夹 这些尴尬的位置 超级尴尬的位置 因为香港那些旗子佬 都不太喜欢过夜 所以就会 难做 这些 这些 升成三百点 是 不知道做什么 都不知道走哪边好 是 个股方面呢 今天比较升得厉害的 我刚刚搜到的中心 九八天 哇 今天很厉害的 升个几 升7个几% 中心九八一 芯片股 国内芯片股 怎么看 教主 是 你先说芯片股 还是国内芯片股 是不同的 九八一了嘛 你炒都不同的 你炒intel 不是啊 我们在说中心之前 就先说intel 先说 是 你先说人家炒什么 先 intel intel 昨天就弹成7个几% 那因什么事呢 intel 是出了首推 车用的独立GPU 哇 哇 ok的 有这个 进军这个汽车界 可能有些智能駕駛 等等 那些 intel 但是它跌到这么残 才弹了个多二十元 其实在说都是很低的 intel 要不要去买 intel 我说 它就是 但是这只这样的 汽车芯片 GPU 就不知道了 就是说真的 唉 现在你打开车 哪里是油缸 你都不知道是什么 你还说那粒芯片 那粒芯片 还没有油缸 用电的 不是 不是 就是说你打一个车 你都不知道哪条线 哪条线 哪条线 那粒GPU 是不是真的 现在市场正在用 只是怎样 大家都不知道 只是说它在来 会有的 那当然一说到GPU 昨天NVIDIA又升了 是啊 上回105 大概了 哇 前几天 如果Panic 90元 最低 收到NVIDIA 你现在马上收到10元 大概了 是不是 那 GPU Intel 跑出来 NVIDIA 升 那无论你信不信 它那些什么 汽车芯片 都好 大家对它 Intel 说得出应该是做得到的 不过不知道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那些东西 回到中心 人家升那些什么汽车芯片 又关你什么事 很厉害 今天GAP上去 越冲越高 8% 是啊 看起来缩了一下 下来的 那我们国内 外国内都有些智能駕駛 都大力推 有萝卜快跑 又等等 萝卜快跑 最坏 又被人拍了照 都不是智能 因为你是远程 遥控的车 有人在中心中 自己开 我个人是辅助 如果我的车也是智能的 都是AI的 都是自动的 那我个人看着他 他有什么事 我去帮他 那就是不智能 你智能应该不用辅助 是吧 那我们 未去到100%全智能 那也有些事 辅助一下 可能是的 智能加辅助也好 安全 安全为上 安全 安全至上 是吧 但是 中心 这些 中心 究竟是否要跟外围的芯片股呢 还是他自己走自己的路呢 那你看他的图 长远一点 他一定是走自己的路 他只是跌的 不是啊 如果今天这一段是扭转的 但是这一刻就扭转 是的 下一刻我不知道 真的想清楚就是说 为什么现在中心上升 Intel出GPU NVIDIA又升 然后想着想着发觉 咦 是的 这些事情真的不跟中心有关 可能是缩下缩下的 嗯 所以 你是买中了 你昨天或者前天 买中了 那就开心了 但是这些这样 8%以上 和这件事又不是很关他事的 那你怎么追呢 这些 嗯 那就是 中心走出来说 走出来说 喂 Intel你弄了一只这样的芯片 其实我也有啦 那你又信不信 就是不宜 就是不宜 不宜追买中心 是啊 就是 中心这段时间也是这样的 跌到PK的时候 你就骂咯 拼它什么时候弹上去咯 你是不要跟着外围的Storyline 人家说 我有这些 我有那些 我未来有这些 你不要跟Storyline 跟它炒 整天都fake你 嗯 值得玩的 一fake你又不见 10个8个% 所以就 是啊 就是 人家在炒那样东西 到最后可能不关你事 免得烦 看起来其他先 看起来 华雄半个 那就是华雄跌3个% 是 华雄大家知道 真的不关你事 哈哈哈哈 哈哈 这些真是聪明仔 华雄一跌跌3个% 告诉你 不要乱炒 真的不关我事 是 是 你又无端端炒上去 接着跌下来 不要赖我了 那芯片市场 就是那些 你说那些 AI芯片 那些是另一个世界 你其他那些 真的在用的 家用的芯片 其实那个芯片市场 真的弱的 是 需求真的弱的 是 那真的不关事 不过是中心熔短八市 刚刚我瞅到 真的突然爆上去 好像很兴奋 有了 那我吃了 还有都要过周末 现在因为外面都黏黏暖 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因为现在说的国际局势 真的好像越来越暖了 不暖了 OK 我觉得挺好 那都叫不暖了 你看油价 油价都飙上去 76元了 76元而已 我又不觉得是什么 不是 油价就不是国际局势事 是美国事 嗯 又是昨天那个 不知什么 申请失业价 经济很好 经济一号 油价又升了 油价 还有美国前两天 它公布石油库存 又比预期低 嗯 嗯 哎 美国又不够油 经济又多好 刚刚才经历完衰退 一个星期衰退 而且 以美国的情绪来说 一个星期衰退 複甦 反弹 全部一个星期出现了 嗯 所以油价 不关人家的政治事 你中东那边 其实是一极度骑离的了 又不是伊朗打以色列 现在是以色列打你 是啊 是哦 伊朗在那里叫救命啊 啊 以色列 你又不够人打 你不要说了这么大 伊朗 有核弹的嘛 伊朗 我都常怀疑 那些核弹是否真的 可以用的 不知是否可以用的 因为核弹 你每年呢 你都要付不少钱做维收 维护的 嗯 核弹做了出来 二十年前做了出来 不是这样摆住的 你每年都要拿钱出来 所以我想现在大家 尤其是美国 都在赌那些俄罗斯 俄罗斯几千粒核弹的嘛 我想它都在赌那些核弹 原来是废了的 所以起码有一半不能用的嘛 可能 但是又这么说 你这些核弹 你有十来二十粒 用得都很恐怖了 大家可以斗到 你只有二十粒的 我截到你几粒 还有对于美国佬来说 你扔不是扔在我身上 我又可以试你 又没有了解 你真的有了解 你扔的又不是扔在我身上 OK 对于美国佬来说 那所以伊朗 伊朗是整天就出黑旗嘛 举黑旗就是说一定要报仇嘛 不要再出黑旗了 铺铺出来的黑旗 都没有了解 没有了解 人们现在不怕你 现在以色列正在移动 你黎巴嫩已经移动了 黎巴嫩政府和真主党已经割席了 因为他有他 他不关我事 不关我 你不要搞我 你移动他 这样 我尖了一些位置 那些位置你任移动了 伊朗 你觉得真主党真是最好笑 真主党打算移动以色列 就找了伊朗 一群兄弟嘛 伊朗现在移动了 真主党昨天说 你们个人不帮我 我自己移动他 那整件事挺可悲的 那你还说不乱 有什么乱呢 每个都只说 现在乱就是以色列 总理在内塔尼亚湖 会不会发癫的 你个人没杂料到 全部炸到你爆 似乎以色列真的开始移动 乱就是以色列 因为我那边内塔尼亚湖 都是想保住自己的位置 可能随时他不知道做些什么 我想内塔尼亚湖 就不是想保住自己的位置 他是做一个 就是每个国家的领导人 都想在他的时代 成为一个历史人物的 英雄人物的 我想内塔尼亚湖是想做这件事的 即是你不要骂我 你不要在这陷阱我 又是残忍 又说怎么样 总之我做多两年 炸了你以前不敢炸的东西 整个加沙我炒起了 移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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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全部移平了 下一个做我的位置的 那你就舒舒服服了 过了十几二十年以色列 没有那些真主党 没有那些加沙 那些定时定后的威胁 为什么 以前常常乱丢东西 现在不丢东西 因为当年内塔尼亚湖 全部和我炒起了 那他就做了民族英雄 我想他是想做这件事 多过连任 连任应该不行的了 不行的 他这次上去都很闷水的 连任应该不行的 但是历史人物 他可能会做到 因为以前个个人 都只有一把口 是 我们差得远了 其实在说油的 就是油呢 我觉得呢 可能会见到80 但是80也要沽的 不过怎么也好 其实之前旗油去到71 72的位置 现在去到76 都弹了几元上来 是啊 所以80元我觉得到顶 因为始终是 真的是经济衰退的 那你衰退的话 油的需求就好得去哪里 是不是呢 那你要看油的 那你就看了 就是香港上市的那些 大陆的电力股了 992 991 那一堆 那因为就 那现在就8月中了 那如果你开机做这个 这个圣诞订单 感恩节订单的话 呢 过多两三个礼拜呢 那些工厂就要开工了 嗯 是啊 那些工厂开工 够不够呢 够不够到那个电力 和那个石油的需求呢 真是两三个礼拜 我就看到了 嗯 如果你开工不够的话 就是两个解释 第一就是美国的感恩节 订单少了 订单少了 是的 都不找你下 订单很多的 不过找引渡了 第二就是真的 第二就是它真的衰退了 没那么多订单了 那时候它看得清楚一点 嗯 我觉得订单少了 所以就 油价我想80元可以沽 但是现在它夾在中间 譬如你之前低位72 80 现在76 夾在中间的尴尬位 嗯 那大家留意一下 那 过不过周末 就 大家去想想了 好 那看看先 网友有什么问题呢 咳 请教一下先 喂 问些卵 21387 今天到期要怎么处理 是的 没东西处理了 387 这些什么卵 你不用够91.8毫半 八八毫半 不如说一下八八先 八八OK啊 这周我和大师不停接力说话 八八 破顶啊 八八牛 下周业绩 那市二百多点 你都要找东西做的 那中突股又不是很争气 那不是腾讯就是八八咯 八八OK啊 八八帅啊 八帅啊 八帅啊 但是你的问题就是 我不知道这位网友 二一三八七什么时候买了 那你没东西做的了 你说 哎 没有理由的哦 二十八八升 那怎么开支卵不升的 你91.8毫半行使价 那距离现在80元都未到 还差十多元 八月十五号到期 终于一个星期封跌 八月十五号 对了 下个星期四就到期了 那你 对了 下个星期 对了 一个几天时间 你追不追到股价 追十几元呢 那你没得处理的 那这些 所以我不知道 如果你是前几天买的 那你 你买这些 那么也大师 最喜欢的 那么短身 超 末日 还要短身的话 那你要看一看行使价 是不是很天方夜谭 那如果你几天前买 它的股价真的每日升几元 升到91.8毫半 行使价流上 你真是执到 真是赢到开航 但是这些是高难度动作 嗯 那你 那你 你不如 转另一只 阿里巴巴的call 是吧 是的 转另一只 你找些长身少少 就是去到 十月 十一月到期 那些 那你那个行使价 可以放在附近这些位 88元 90元 这些位 那些 那些就安全少少 那些是高难度动作来的 那些 短身 架外 很难做的 除非股价有很奇迹的发展 嗯 好 另外有网友 都想问 平安 全面有 平保 平保 我觉得不要乱碰的 大陆的保险股 嗯 因为 其实不是很久 前几天的 礼拜三 就是 泰保 2601 急插 哇 插到倒水 那样 几天前的 是啊 一大棍 哇 一大棍 那跟着全部保险股 就跟着它全部跌下来的 那但问题就是 不是不让你跌的 那棍 那棍 为什么要 那棍 那棍会那么厉害 究竟是保险的问题 还是政策问题 还是 还是 我那天都猜 是不是有一只内房爆了 那火烧连环船 那些保险股 都倒了 那现在又没有什么特别消息 嗯 跟着它的股价 就是 泰保 2601 三天就爬爬爬爬爬爬上去 那但你还没解释到 那天那支大阴烛 为什么 那会不会有些春光鸭知道爆爆 我先估定 嗯 但是未到时就爆 遲早都会爆 那不知道 那所以2318 就因为那只泰保 那只泰保 会有一些阴影 嗯 你不知道是行业的问题 只是泰保的问题 还是有其他房地产问题 火烧连环船 你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 保险股就小心一点 嗯 就是怕有春光鸭 固定仙 是的 加上二三八 其实人寿那天都是一棍的 全部都怕 那天 是啊 那天 不知道为什么 那只泰保 一开就 十几百分比 是啊 都不知道为什么 那接着就全部跌 那平保就很快爬上那只 即前几天的那个阴烛 那个顶 是 人寿呢 就差一半的 那天呢 人寿就是最高做这个 十个七的 那现在都未到的 是 泰保更加不用说 二六年一更加不用说了 那所以你要拼二三一八呢 你就要想 那天那支阴烛 你 是不是一个阴影 嗯 不是阴烛了 就是阴影 如果是真的 原来是出事的 那天只是示范的 只是温暖的 接下来 继续插的 那你二三一八一定 一定出事的 嗯 那今天的 最高都做到 33.8 都是我日我知的 阴烛的 顶部附近 是啊 Claro Pan就说 全内地有一家 保险清盘 你出了一支 这样的阴烛 那些传闻一定是飞的 嗯 大家斗鼓的了 那家清盘 那家好像不行 那样 那些 那些证实不了的 嗯 因为中国其实 很多这些 很小的保险公司 拿着一两个理财产品 但是那些 那些不足为奇 嗯 所以但是不是这样的事 好 另外 咦 有网友说 六号仔可不可以买啊 六号仔 六号仔就不会不买得的 哇 升到那么多 现在追 其实呢 你买六号仔 其实你买六号仔的那些人 就不是买六号仔的 就是你不是买香港电力市场啊 收息那些 你是买李嘉诚 长和系 会不会重组的 嗯 之前说过 Victor出来说 就是可能会重组 跟着估计他 1038会拆过去英国上的嘛 那你在估计他会不会重组 所以你看到六号仔呢 转到很高的 转到很高的 转到四十多元 转到十元上来的 那这个就不是说 哇 香港的电力很厉害啊 那样 而是就是 转到一个重组出现的 那没有说买得不买得的 就是这些这样的公用股 五厘息 又不算特别高的 现在五厘息 在港股来说 但是就 叫做公用 又好像稳定些 又有息收 又有阿诚哥后面支持你 阿诚哥又说了 但是股价升了10元 你是不是这个时候 去买这些这样的估计呢 嗯 自己想了 是 现在这个位置追 有些 有些风险咯 好 有些风险咯 是 我们再回答一个问题 六五九现价 可不可以买呢 六五九 新藏件 是 有没有跟开 那么刁转 有跟开 有 当然有跟开 这种是新世界的东西 新世界的东西 这种好像是私有化 我不是很记得了 它好像是这个价私有化 先查查一下 周大福 不是 二二三 他又搞一些东西 所以他的股价 现在都不是很懂得动的 但是 凡是跟新世界有关的东西 近期都不要乱搞了 是不是 就是 新世界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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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价会怎么样 是不是 是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都暂时 都暂时 避一避先 是避一避先 以往 新创建 就是 收息首选 来的 是 他这次有个特别息 就是没有特别息 之前他的息都很高 就是 是整个系里面的收息首选 33 33% 他有个特别息 没有的话 也有10% 但是 就是 集团本身 都有很多东西 要协调一下 是 是 人家在协调 插着脚买 干什么 这些 好 今天我们差不多 有什么焦点股份 是不是继续维持 爸爸 难得 你和榮錦祠 和大师三位一次 看好爸爸 是啊 虽然他 今个星期都升的 OK的 始终 都没见到80 其实 他今天 上去7月12日的顶 78个顶 嗯 所以你现在买 你要博他的业绩 够力破顶上80 嗯 好 第一个位80 在5月23日 有个大裂口 嗯 那裂口顶 就是82.8 你今次的业绩 如果大到 去修复那个裂口位 就 看82楼上 嗯 不知道行不行 但是 但是市场 加了200多点上去 你又想买些东西的 那你找些下个星期有些业绩的 阿里巴巴或者腾讯 阿里巴巴应该是下个星期四业绩的 是的 腾讯也是下个星期 大家部署还是留意 教主这一排 勁哥金库都不停推 巴巴论 大家都留意 好 那我们节目时间 差不多 那现在先去讲个 breakbreak先的 稍后回来有敏感期权宝 那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好拜拜 拜拜 免责声明 reca finance 揭力提供准确资讯 为不保证绝对无误 资讯如有错漏 而令各下蒙受损失 不论公司是否与侵权行为 订立契约或其他方面有关 本公司与不负责 同时reca finance所提供之 投资分析技巧与建议 只可作为参考之用 并不构成要约 招揽 邀请 有史 任何不论种类或形式之身术 或订立任何建议及推荐 读者募请运用个人独立思考能力 自行作出投资决定 如因相关建议招致损失 概与reca finance主持、嘉宾、编辑及记者无关 同时reca finance所有节目或资讯 相关内容属作者个人意见 并不代表reca finance立场 在训绍通共关系大致 和调查区别称 而在核心造型中 调查区别称 使用民众购物的